好的 今天這一集要介紹 我的小小耳環海 請看 他不到我衣櫥裡面的三分之一啦 可是我要跟你們說 你們猜猜看 裡面哪一個是最珍貴的 就是 你的訂閱 先去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之後 馬上就要進片頭囉 今天介紹這些我耳環啊 他們都不是什麼 國際景品什麼的 但對我來說 他們就是我的金品 Yay 他們就是我的treasure 我的珠寶們 每一樣都是手作 我超級喜歡買手作 我只要去市集 逛那些手作的東西 我覺得都會瘋掉 去年好像華山有一個 那個最大的日本手作展 我也是在裡面 散盡家財 開心 爽耶 他每個材質都不一樣 我一個一個來介紹好了 這一區你們應該很常看我 很想 最常po就是那羊毛夫人的日常 你看他都做這些很可愛的這個吊飾 Pokemos 當大家旁邊的人在那個收集Pokemall的時候 你就 帶著Pokemall的環 就這樣走出來 他們就會想 收服你 然後假如說 你看到一個你喜歡神奇寶貝 就決定是你了 Chummy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有像這比人做過嗎 目前沒有 達摩啊 什麼的 因為它很會客製化 所以你看那時候我出美小鴨的時候 幫我做了一個 美小鴨的耳環 然後他為了讓我配別的 所以他還做了一個美小鴨 一個是美小鴨的蝴蝶結 這是今年我的生日禮物 這是同一個人做的 你看 這是羊毛沾的金鐘獎耶 小蛇骨 最痛 就是因为我拿不到真正的金装奖 所以我只能拿一些 羊毛专做的金装奖 这个他做的很辛苦 这个是倩哥 然后这个是我 而且他们刚好挑给他 柯之华的那件衣服 刚好我的衣服穿得很复杂 看到那个人扎到手快痛死了 然后这个是暗点 然后想说 天啊我拿到这个金装奖之后 会不会老天爷想说 因为他太高看不清楚 啊Lulu已经拿了一个金装奖了 那今年应该就不用再给他了 不好意思 这个是羊毛赞 这不是真的金装奖 我还是需要一个真的金装奖 暂时先把它封印在我的那个柜子里面 好的我们现在进入下一区咯 这一区呢 我们姑且把它称为花仙子区 这一区全部都是花 然后我真的太喜欢他们了 我每次看到他们就觉得 好开心喔 就譬如说你吃到 很好吃的鲑鱼软丼饭 你该会这样 好好吃啊 好我应该也做一下这一区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叫奇花娜 他就是会做这种 小香菇啦 小花啦 等等之类的 这环就是跟戒指 它其实是可以配在一起的 这就是夹式的 你看很漂亮吧 谢谢 但我们拍摄现场 还是有一些人的 所以我也是希望 在我右前方的旨意可以 稍微揍出一点笑容好不好 因为这个拍的团带他们就是 我的学弟妹们 他们好像也不好意思说不好看 可是又露出很木兰的表情 我每次都觉得 欸我还要继续介绍吗 这一区是奇花娜区对不对 然后下面这一区 你看这种很复杂的花花区 这个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叫南希老师 他做的 你看像这个超可爱的 它是水母欸 喔是非常好看 对 谢谢 因为你看喔像这种散散的 然后很像烟花 然后下面又有一颗小珍珠 就是很像张秀卿有一首歌 有没有他说 酒哪起风 唱小歌冷中 然后我这个就是耳环嘛 我起立唱小歌冷中 夏日烟花系列 它这个可以动 然后我就把它往下拉 两条金鱼就在这里了 所以我戴的时候就可以 好 接下来到一个这个 我觉得很夸张的 我目前还没有戴过 你看它的正面 对面它还有一些小金鱼啊什么的 这个毛毛是一个反扣 所以我等一下戴到耳朵上的时候呢 戴上去 然后这个毛毛在 在后面 你看它就是这样 它取名为神奈穿祭典 我觉得很适合 就是很像 如果我们穿的那个浴衣 浴衣就是比较 就夏天他们会参加花火街 那种和服包的 上面就很适合配这个 所以它叫神奈穿祭典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买手做的原因 是因为它就都只做一个 所以你带这个出去 就是也绝对不会给人家装 你如果身体穿素素的 然后你配一个这个 就是全身上它就有重点了 美云 有一个很适合 要配婚纱或是订婚的时候带的 所以说这个 它的名字就取名叫 巴黎浪漫婚礼 哇 我带了一个漂亮的 适合结婚的耳环 请问一下大家 有推荐的未婚夫吗 可以买那么多婚纱 跟婚纱有关的东西 是因为你真的很想要有未婚夫 以下开放报名 你们去下方留言说 你的条件是什么 欲有一纸一驴一房 哈哈哈哈 喂 就是你们就跟我说 你是什么样的男生 然后几岁 为什么适合我 然后我会去点选你的大头贴 哈哈哈哈 如果大家会不会 女性观众都在下面 联谊 哈哈哈哈 对 我的 我的女粉丝跟男粉丝就这样子 开始联谊起来了 接下往左边这一区 她住在日本 然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个女生 她叫鱼丸 她的作品这个叫做 The Ivy Tokyo 你看她像她这一系列 就是富士山系列 颜色呢就是走个富士山的路线 那多美啊 就是素素的 但是又很有重点 她还有做一个系列 我觉得超美的 她每一次呢 只要在日本喔 也要卖的话 她都会在日本的一些 大的百货公司的一楼办快闪店 这个是樱花系列 春天的时候出的 有真实的樱花瓣在里面 所以如果觉得刚刚那富士山颜色 就是太深的话 那你可以配这种就是淡淡的 漂亮吧 全透明的 然后有一些金色在上面 你看多久才可以这样补看镜子 这个很厉害吗 我不知道欸 我想说我与生俱来好像就会 还是你们告诉我说 这成不成的像一项技能 虽然说是要介绍耳环啦 但是因为这里是我的视频当中 我觉得很值得介绍 这个熊猫跟这个耳环是一个系列 她爬的竹子是粉红色竹子欸 是不是很秤纱 你们应该如果有在follow我的IG的话 你会发现我还蛮常戴这个项链 T恤或随便一个衬衫 配上去你整个人就很有造型 现场找件 一个很无聊的T恤 这个东西不适合这个动作 哪我啊 哪个动作 对吗 对了 Charmine的话 她刚刚还在那边笑人家 这样 你们两个好无聊的T恤喔 这样就很好看了 对不对 哇 请摆出日渣的感觉 来Post 1 Post 1 你这个不行啦 你这个好像欠债 Post 2 Kawaii的感觉给我 再来一个更Kawaii的 尖叫 Woo Woo 好 来谢谢 你们两个好像在下一位 要接待外宾的人 Hola Hola 哈哈哈 而且你们两个都穿制服 因为你们的T恤都好无聊喔 这一个也超漂亮喔 它叫草画公式 它是有一个花瓣之外 它后面还有一个金弓 我觉得它是比较 气质气质型 这个好像是蔡霖的order说 它如果之后结婚的话想要用的 好刚刚是比较立体的 现在我们进入比较平面的区域 可是这一区呢 它的材质又都不同喔 我们就先从亚克力这个开始介绍 它的牌子叫Ting Young 它有不同的主题 像譬如说这个叫 Because you live 就做了一些很多关于爱的 爱してる 你们可以看到我很常带这个 爱 然后它还会做一些食物的系列 譬如说像这个 就有一种卡通感 所以我的衣服就超适合 被他们家的 很明显就是薯条在你身上 过年的时候你就带一个这个 然后跟你同桌的 阿公阿嬷打麻将就 哇很穿啊 我记得是考试哪一阵子吧 OPAS的系列 这一系列就是文具系列 有铅笔 有叉子 三角板 然后剪刀 他有定制一个这个给我 就是 RU RU系列 如果你有买过他们的耳环 你也可以跟我说 这算很可爱 上面写SOBA 如果你去日本戴这个耳环 保证一定会跟当地人 一定会有一些话题 那你跟日本有聊过什么样的话题 因为这个 也是不好意思这样讲 因为我觉得大家 一定都会觉得我在画胡烂 有一次呢我就走在歌舞祭鼎 欸 他不能找我去工作耶 我真的发誓 我走在路上 发现有人递名片给我 我就拒绝他了 对啊 不然你们就会在看日本墙面上写 东方墙威 就是我 哎呀今天下雨了 那我就带这个下雨的这一面吧 后来下雨放晴了 我就把它转过来 就变这一面 接下来呢这个就是陶瓷的 Noi Noi 在Pinko上也有买 就是因为呢 买他们家的耳环 所以我后来我有去新门那边上一些陶艺课呢 因为我也想要自己烧陶 做这个然后再涂颜色 你看这个是兔子的 然后这个是不知道应该是熊吧 然后这个是狗 然后这个花 还是老鼠 不知道 因为材质不一样嘛 就带起来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这个就是一个陶瓷的 然后上面又有漆这个亮油 就很可爱 那陶瓷跟压克力的重量会有差吗 有 压克力其实会比较重 陶瓷因为它其实这个没有做很大 所以它其实蛮轻的 烧完了之后会更轻 但你陶瓷要收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收 破掉直接哭哦 最后一家叫我物 它就是用黏土做的 他们觉得他们做完这个系列之后寄给我觉得很可爱 我也觉得很适合我 感觉笨笨的一些 开心鬼 它也有一些感觉比较时髦的 就比较成熟一点 这个系列就是蔡慧如可以接受的 就是一般上班族就觉得 这个好像戴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夸张 可是又有点设计感 最后还有一个很小的 这是一个台湾设计师寄给我的 透明的无尾胸 它很像糖果 它不只是有耳环哦 戒指 哎呀真糟糕 晚上要吃什么呢 那我被打了 有可能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别有什么事情都照着做了 还是会危险 漏谎之余 但它就是我在日本的手作展 来台湾的时候我买的 它写 有手 我不说 完了它就是一个比较凶针的 叫儿子 姐姐的意思 它还有妹 还有胸 还有弟 Sayonara 它就是这样子的凶针 然后就可以别在衣服上或是别在帽子上 这是一个日本的设计师做的 然后我就这样爆卖 最后有有奖针答的问题 我要给你们几个选项 在留言的地方来猜猜看 哪一个打钱是最高的呢 选项一 我在日本手作展买的 这两个别针 Sailana跟祝福的祝 这两个加起来的钱 选项二 神奈川祭典 选项三 蔡慧如想要拿去订婚的时候戴的 选项四 是猫咪的项链 留言之前请先去订阅或是 分享这个影片在你的脸书什么的 我们就会抽奖 是真的很不想送你们啦 但是就想说好了好了还是送一下好了 我刚才说你们真的想要在留言 如果真的不想留言 你真的不要留言 因为我真的是送这个真的太好了 就是鱼丸的这个视频 我跟你说它的视频很难买得到喔 百货公司什么的也很难买到 这个 这个系列的 然后还有一个盒子 就是你们留言 我就抽奖送这个 抽奖这个期限就是 这一支影片上一直到下一支影片上之前的 这一个礼拜当中你们可以赶快疯狂留言 然后就可以抽 IV TOKYO的还给你们 好烦 很新一点啊 好不想送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我们到Youtube容易吗 还送给我们自己的东西 赶快去留言啦 就这样去订阅再见 一边是狐狸精的话那边是猫咪精 不好意思这是猫咪 它不是狐狸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对不起 我也希望收音的学妹也可以开心一点 我觉得我是不是以后要开箱什么GoPro 你们才会开心一点 如果开箱现在摄影器材他们才会有反应 所以你朋友去买的磕策的时候都自己一个人去 还是会跟朋友一起去啊 嗯我会跟 看得懂的朋友去 这样我就绝对不会跟你们一起去 哈哈哈哈 如果你觉得两边这样子太大啊 太over的话 你就可以一边大的 一边带小的 尖叫声在哪里 WOW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